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元1726年 雍正皇帝任命金庸的先祖扎斯廷担任江西乡市主考官 考试录取工作顺利完成后 扎斯廷的命运却开始急转直下 雍正皇帝看了扎斯廷出的考题后 雷霆震怒 他将考题中出现的正和旨联系起来发挥想象 认为扎斯廷是在诅咒大清雍正王朝不会长久 另有一个考题 因为没有称皇帝为元首 而被雍正皇帝认为是扎斯廷藐视皇权 很快 扎斯廷被以大逆不道和通关捷舞 避罪被逮捕审查 最终扎斯廷因不堪折磨死在狱中 但他的死并没有让雍正皇帝罢首 他的尸体惨遭露尸消失 其家人也被株连流放 此案轰动一时 案件背后却疑点重重 雍正皇帝为什么如此严酷地处罚扎斯廷 导致扎斯廷悲惨命运的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下面来分析一下 雍正皇帝为什么会这么对扎斯廷 我想第一个方面的原因是 扎斯廷这个人的工作能力非常一般 雍正皇帝对他的工作能力是有了解的 扎斯廷担任礼部市长以后 他多次出错 并且也多次受到处分 你比如雍正元年九月 他就因为食疑事被礼部罚奉六个月 也就是被扣了六个月工资 仅仅两个月以后 他又因为遗漏遗住事 被降两级调用 接着又错误遗住事 再降两级调用 所谓错误遗住事 还有一漏遗住事 因为他是礼部侍郎 礼部侍郎经常要主持一些重要的仪式 那么重要的仪式之前 他就有职责按照古代的规制 按照清朝的规制 做出一套流程来 而这个扎斯顶做流程的时候 恰恰就把一些重要的事项给忘记了 重要的环节给遗漏了 或者是弄错了 本来是他的本职工作 他这些都不应该出错的 他都出错 刚刚登基的雍正皇帝 他是想锐意改革的 那么面对这么一个三番五次都出错的人 他是非常不满的 那这应该是雍正皇帝要严惩扎斯廷的一个原因之一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扎斯廷站错队了 选错边了 也就是说 他不是站在雍正皇帝这一边 而是站在雍正皇帝需要打击的对象这一边 首先扎斯廷就被雍正皇帝看作是八爷的人 也就是八爷党 八爷党是康熙的众多的儿子中间势力最强的一支 以八个印寺为首 八爷是皇位的最有力争夺者 康熙皇帝驾崩 在争夺皇位的时候 雍正皇帝胜出 也在登基之初 他重用了八个 但是尽管是重用 八爷党一直是雍正皇帝高度警惕和打击的政治势力 所以到雍正四年 就削掉了他的王爵 并且把他关押起来 那么雍正皇帝为什么会认为扎斯廷是八哥的人呢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有一天雍正皇帝下令让扎斯廷朝你一份上誉 内容是要斥责某一个总督 并且明确说 要在这一份上誉里面加上一句话 说廉亲王 丞相正称道该都 处世精明 年轻王就是八爷 既然是要批评这个总督 为什么要提到八爷印世呢 为什么要说八爷曾经夸奖过这个总督呢 我想雍正皇帝希望借这个上誉 借这句话能够杀一杀印世的威风 杀一杀八爷的威风 但是扎斯廷在你好的上誉里边 他没有用这句话 当雍正皇帝来问原因的时候 扎斯廷居然无言以对 他没有向雍正皇帝说明 自己没有写上这句话的原因 等到南书房的主管官员张庭玉来问原因 那扎斯廷就说了 他说年轻王也就是八哥 当时确实说了 说了这个总督 但是他说的跟雍正说的不是一回事 他说什么呢 他说该都也有糊涂的时候 也就是说 并不是像雍正皇帝说的那样 说这个总督是精明能干 扎斯廷认为雍正皇帝说的 与事实是不相符的 所以他在草拟上誉的时候 就没有用上这句话 扎斯廷这么做 表面上是坚持了实事求是 但是也让雍正皇帝看到了 扎斯廷跟八哥印寺的关系非同一般 他原本就对扎斯廷在这方面有欢迎 从这一次草拟上誉这件事 他就证实了之前自己的欢迎 由于廉亲王印寺是雍正皇帝要打压的对象 扎斯廷为印寺说话 无形当中就把自己推到了皇帝的队里面 雍正皇帝对扎斯廷的态度也变得反感起来 不仅如此 他还跟雍正皇帝的舅舅龙科多走得太近 这就把自己处在了危险的境地 那么扎斯廷跟国舅龙科多是什么关系 他们又是怎样得罪雍正皇帝的呢 科场大案系列节目 湖南大学礼宾教授继续为您讲述 初考题引来杀身祸 下集 农科多是什么人 农科多是满洲湘皇旗人 他的姑姑是康熙皇帝的母亲 他的姐姐又是雍正皇帝的母亲 因此雍正皇帝叫她是舅舅龙科多 有时候也称龙科多舅舅 这个称呼不是随便叫的 不是私下叫的 是以上欲的形式确定的 是皇帝亲定的 在中国历史上 皇帝在公共场合公开称某某某为舅舅的 恐怕只有龙科多一个人 可见龙科多在雍正皇帝心里边 他的地位有多么高 雍正皇帝为什么会这么尊重龙科多呢 仅仅因为他是自己的亲舅舅吗 那我想这与雍正皇帝争夺皇位密切相关 康熙舅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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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之类举足群众 康熙在传位的当天 龙科多将金城的九门全部紧闭 防止金城之外的武力介入 正是在他的鼎力帮助之下 原本实力并不怎么强的四阿哥 印人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顺利的登上了皇位 可以说雍正皇帝能登上皇帝的宝座 龙科多功劳是最大的 有文献资料说 康熙皇帝在弥留之际 当时只有龙科多一人在场 奉旨宣布传位给谁的大臣 也只有他一个人 反正康熙已经死了 死无对证 龙科多跟作为四子的印人 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他们的关系特殊 一个是亲舅舅 一个是亲外甥 那他当然会照顾自己的这个亲外甥印人 那么雍正皇帝即位之后 他当然要感谢自己的这位亲舅舅 很快就让他当上总理事务大臣 并且承熙一等公爵 龙科多可以说是全亲朝野 是雍正皇帝身边一位炙手可热的大红人 雍正皇帝甚至称赞他为驻石大臣 也就是说朝廷的中流砥柱 正因为他在皇帝身边有这么重要的地位 很多人都来巴结他 找他向皇帝推荐自己 目的当然是能够尽快升官 那么来巴结龙科多的人里边 就有扎斯廷 龙科多多次在皇帝面前 举荐斯廷 在雍正皇帝看来 扎斯廷是龙科多的死党 他说 扎斯廷向来屈负龙科多 龙科多曾经建局 政令在内庭行走 受为内阁学士 雍正说 经过龙科多的多次推荐 自己就任命扎斯廷为内阁学士 可以说龙科多对扎斯廷来说 是有知欲知恩的 那扎斯廷确实是龙科多的人 他对龙科多也确实忠心耿耿 有什么事情来说明呢 有一次雍正皇帝 在南书房处理公务的时候 曾经就当着扎斯廷的面 批评龙科多处理某某事不妥当 办理某某事的时候不用心等等 可是让雍正皇帝没想到的是 过不了几天 龙科多就主动来向雍正皇帝当面解释 说自己某某事为什么没处理好 自己办某某事的时候 为什么会让皇帝觉得没用心 雍正皇帝就觉得 龙科多之所以会来解释 肯定是扎斯廷把自己的话 私下告诉的他龙科多 他对扎斯廷的这些做法 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龙科多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 扎斯廷又是他推进的人 那雍正皇帝为什么还要这么严厉的对待扎斯廷呢 我们说啊 历来政治斗争都是风铭变换 雍正皇帝积位仅仅三年 龙科多舅舅在他眼里就已经不是什么红人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方面的原因是龙科多这个人自找的 他在雍正即位不久之后 就开始鞠躬自傲 比如他把自己比作为诸葛亮 诸葛亮受刘备脱姑 那他说我就是受康熙脱姑 他把自己地位抬到跟诸葛亮一样 他又说康熙皇帝驾崩了当天 自己还戴着匕首一方不测 这也就是告诉雍正皇帝说 你这个皇帝是我冒死拼下来的 那还有呢 龙科多曾经自夸九门提督权力非常大 他说只要他一声令下 很快就可以聚集两万兵嘛 那这个说给雍正皇帝听 实际是对雍正皇帝一个威胁 就说你不要对我怎么样 我很快就可以聚集两万人嘛 这些话龙科多都不是藏着掖着说的 都是公开说的 这就给人一个印象 雍正能不能当上皇帝 不是康熙的遗诏 而是龙科多帮忙的 这样让雍正皇帝是情何以堪 他觉得自己的位置哪里都不正 名不正就言不顺 以后自己还怎么在皇帝的位置上干 谁会服 那龙科多这么干 肯定会让雍正皇帝恼火得很 这是一方面 龙科多自造 另一方面 雍正也有原因 雍正皇帝确实也是一个猜忌多余的皇帝 这样一来 一个是鞠躬自傲的大成 一个是猜忌心很重的皇帝 两个人必定会产生矛盾 所以雍正皇帝要搞掉龙科多 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到了雍正三年 猝死了年根瑶之后 就下诏削掉龙科多的太保职贤 派他去哪里 把他派到边疆去修礼城池 开墾皇帝等等 把这些苦差都交给他 而不是让他留在自己的身边 发号施令 很明显 他这个是在削减他的势力 到八月 雍正皇帝正式对龙科多动手 找了一个理由 说从宽免格公爵 到雍正四年正月 刑部向皇帝报告 说龙科多挟似南章 就是收受贿赂 收受了多少 收了十八万的银子 建议将龙科多展立决 判处他死刑 雍正皇帝判不判 雍正皇帝说 其才尚有可用 正心闽息 着隔退 吏部尚书 令其料理 阿尔泰本路边界事务 说什么意思 我现在不杀他 我发怜悯之心 先隔掉他 吏部尚书的职务 也就是吏部部长职务 让他去管理阿尔泰 等边疆的事务 看看他能不能够戴罪立功 从这一次处理龙科多以来 直到五月有人举报 龙科多与皇子阿其浪 允堂等等 接党银丝 收买人心 但是雍正皇帝 都没有做出正面的反应 对龙科多这样的大功臣 他鞠躬自傲 贪污受贿 或许能让雍正皇帝容忍 但他在朝中结党 独大就触犯了皇帝的底线 雍正皇帝决心撤离产服 以龙科多为首的彭党势力 那么下一步 雍正皇帝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扎斯廷被皇帝认为是龙科多的党羽心腹 龙科多彻底倒台之前 扎斯廷就因主持江西乡事 被皇帝代务至罪 二者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联呢 科场大案系列节目 湖南大学礼宾教授继续为您讲述 初考题引来杀身祸 下集 科举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 使读书人博取功名 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 纵观千年科举时 科场作弊与反作弊如影随形 言行俊法之下 他们会想出哪些五花八门的作弊方式 铤而走险 封建帝王为何对科举舞弊 涉案官员学子大开杀戒 这些历史名人又因何卷入了科举舞弊 大案 湖南大学礼宾教授为您揭秘历史上震惊朝野的科场大案 既然暂时不能把自己曾经的恩人龙科多 立即铲除掉 但是雍正皇帝认为也不能让他心安理得的活着 更不能让他重新召集自己的心腹大臣 卷土重来 那怎么办呢 雍正皇帝想到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从龙科多的外围入手 一方面可以打击削弱龙科多的势力 另一方面还可以起到杀鸡敬猴的作用 对于龙科多起一个震慑 而扎斯廷是龙科多的一个心腹 雍正皇帝就从扎斯廷入手 进一步打击龙科多 正因为这样 我们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一方面雍正皇帝不信任 也看不上扎斯廷 另一方面又清点他去江西乡市当主考官 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他 我个人觉得 不能排除是雍正皇帝经过深思熟虑 他做的一个决定 他也许是给扎斯廷挖一个坑 让他不知不觉的往里跳 然后再审查他的命题 就是要查找扎斯廷考题中的问题 从而达到彻底搞掉扎斯廷的目的 也正因为雍正皇帝查扎斯廷的案子 针对的是前程龙科多 因此他不需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甚至连发十道上运来指示案件怎么查 可以说他在这起案件上是不遗余力的来关心 而扎斯廷只是他打压龙科多的一颗棋子而已 也正因为这样 当扎斯廷死在监狱里边以后 雍正皇帝仍然对他进行严厉的处罚 他的目的当然是要做给龙科多看 那么雍正皇帝到底会怎么处理这一位龙科多舅舅呢 从雍正皇帝对待扎斯廷的手段 我们就可以看到龙科多的下场了 扎斯廷的案子审结之后不到五个月 也就是雍正五年十月 当时就有官员向朝廷提交了龙科多案件的调查结果 说龙科多的罪真是多如牛毛 有大不敬罪五宗 有欺网之罪四宗 紊乱朝政罪三宗 兼党罪六宗 不法罪七宗 贪婪罪十六宗 把这些罪名全部一加起来达到四十一宗 其中宝举扎斯廷被列为奸党罪的第二宗 从这里我们就看出来 雍正皇帝查扎斯廷 他的指向是龙科多 前面我们看雍正皇帝把扎斯廷案做实 并且严厉的惩罚了扎斯廷和他的家人 他为了查龙科多 给扎斯廷挖了一个深深的坑 让他往里面跳 然后查下扎斯廷之后 再来查龙科多 把扎斯廷的案子作为龙科多 所犯案件所犯罪行的其中一条 可见雍正皇帝他的心计之身 龙科多犯了这么多滔天大罪 条条都是死罪 雍正皇帝最后会怎么处置他呢 雍正皇帝下诏 在龙科多负恩狂辈 以致臣民共愤 此一自作之念 黄考在天之灵 必召见而莫诸之 龙科多免其政法 于畅春园外附近空地 造屋三间 永远禁锢 这也就是说雍正皇帝 考虑到自己跟龙科多的特殊关系 没有猝死他 而是把他终身监禁 他的家产 也还保留 没有没收 我想雍正皇帝之所以会这么对待龙科多 一方面 考虑的还是亲情 毕竟龙科多的姐姐就是雍正皇帝的亲生母亲 另一方面 雍正肯定会考虑到 龙科多曾经在自己登上大卫这件事上 他的贡献 所以没有猝死他 这也应该是可以理解他 讲到这里 我们回味一下扎斯廷的下场和龙科多的下场 你看扎斯廷就是两项罪 一项是大逆不道 一项是通关节舞弊 而龙科多了 龙科多是四十一宗罪 中中都可以判处死刑 结果是什么呢 扎斯廷被牧师消首 死了以后还割下脑袋 还示众 龙科多他居然只判一个终身监禁 所以两相比较 对扎斯廷的处分是相当严厉的 对于龙科多相对要轻一些 当然雍正皇帝打击扎斯廷 还有打击知识分子 加强思想控制的目的 他在处理扎斯廷的案子的时候 认为扎斯廷能做这样的勾当 那么他的儿子 其他的扎斯子弟也可以这么做 那这些人可以做 浙江的其他毒素人难道就不会做吗 那怎么办呢 既然舞弊这么严重 既然浙江的学风这么差 所以雍正皇帝觉得 有必要暂停浙江乡市 所以他下诏暂停浙江乡市一词 这一决定对浙江考试来说 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们想一想 人生有多少个三年 真正能有精力和体力硬是读书的三年 那就更少 雍正皇帝仅仅因为扎斯廷这起案件 就暂停了浙江乡市 让浙江全省的读书人 都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这对浙江的读书人来说 确实是不公平的 这也可以从一个角度看出 雍正皇帝利用这一件事 来加强对知识分子 思想和言论控制的意图 扎斯廷这起案件 虽然是一起由乡市考题 引发的血刑案件 但却是雍正皇帝 打击隆克多彭党的文字案件 是政治案 好 雍正四年这一起轰动一时的科长大案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他既是状元朗又是实业家 然而这位状元朗在16岁考秀才的时候 却陷入了一场弊案 家业荡金 自己也锒当入狱 作为一名有着状元前置的读书人 张简为何不光明正大的考取功名 却卷入了弊案中 下期节目中 李斌教授为您讲述 移民考秀才 上级违规过计